当时刚吃完东西,正要买果汁,突然剧烈摇晃,大家都开始往空地上跑。 六日中午,罗女士一行人已平安到达龙木国际机场,即将踏上归城,回忆起二十个小时前地震时的场景。 她仍然心有余悸,混乱中我被推倒,膝盖和手都摔破了,鞋子也掉了,要不是我老公一把把我抓起来,可能我就被马踩到了。 当晚,罗女士夫妇担心海啸,找到了所有同伴后,回酒店拿了必备的行李,开始往山上转移,一直在山上待到十二点左右,余震不断,很冷,后来我和老公回酒店拿了被子,我回山上住了一晚,今天早上才从山上撤离的。 地震发生后,罗女士一行人立刻订了回程机票,六日上午,把人到码头准备乘船前往龙木岛,从龙木岛坐飞机回国时,发现码头停泊的船区很少。 当地导游张琪在此前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也证实,吉利岛车船临日基本瘫痪,岛上码头多人滞留,机场全使人,几乎是爆满了。 六日下午一点过,罗女士一行中,四人顺利到达龙木国际机场,开始直准准备回国。 他们的团队中,仍有四名朋友需要继续等待后续航班,截至记者发稿识指,龙木岛七级强阵,已经造成九十亿人死亡,另有数百人受伤,数以千计的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。 地震发生后,印尼迹象,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了海啸预警,但在发布后两小时解除预警。 现在大约还有200人左右的中国游客滞留龙木岛,目前龙木岛和巴黎岛两处机场仍在正常运转。 近期巴黎岛龙木岛邓小路沙登加拉群岛周围地窍运动活跃,地震频繁。 驻登巴萨从灵馆提醒中国游客注意安全提示,了解和掌握地震紧急自救知识。 嵌乌坛登林甲野火山,远离爱贡火山附近区域,关注天境海况。 真是生命,安全第一,印尼报警电话,加62-110,医疗急救电话,加62-118,阿里岛旅游报警机求助电话,正62-361-759887,巴黎神经书服务中心电话,24小时,正62-361-222200, 驻登巴萨从灵馆领事保护,应急电话,正62-361-239902,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,应急呼叫中心,热线861012308,86105-9913991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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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